桌上摆满食物酒杯 一群人围在桌前玩牌 先任中山分局侦查队长林鸿基 招报过去曾到内湖的私人招待所 大口喝酒还大玩添酒牌赌博 画面大曝光 中山分局证实确实有这件事 求信茶叶古董商邀约至内湖区 某招待所餐序 与在场人士饮酒后 打完添酒牌 查证属实 既已大过处分 并调整为非主管职务 警官跑到招待所喝酒赌博 警察校长陈哲文 之前招惊棒 才跟黑道到豪宅招待所 开趴同欢 陈哲文当时硬扯 是要搜集白狼张安乐情姿 却被林炳文大打脸说 当时只是聚餐 根本没情搜 警政署也说陈哲文 事前没报备 事后也没报告 换句话说 陈哲文跟黑道背景的人 把酒言欢说成情搜 全是鬼扯 我们会等政方处 做出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处 大家要是怎么样 我们就等调查报告出来之后 再来看 你自己的维护是 警政署向重视的工作 方节部付短 也会全力查办到底 讽刺的是 政府媒体提报后 喊查喊罚 但蔡政府如今连辅选 都跟曾有黑道背景的 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站在一起 照这种标准 其他高官和相似背景的大哥 吃顿饭又有什么关系 上行下效 上文怎么做 下面有时候就会有样学样 蔡总统他自己 比如说选举的时候 站在旁边也有三教九流 也自己没有做好这个划分这个界线的这个距离 如何去要求下面的主管 他现在就只是为了灭火 因为选举的时间快到了 所以假装说要陈主 假装说要调职 任邦民党背锅的人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表面上调职 实际上是升官 当高阶警官推天 酒排跟黑道开爬吃饭 总统口中的反黑 到底要喊给谁听 接着叶卫林李逊 台北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